你宁愿把自己封在躯壳里 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情感的一个可病之人 杜小苏 你现在自行为师的样子 令我讨厌 电视剧《海上繁花》正在热播 杜小苏曾经爱上过凤凰南临向远 后来二人分手 温柔又体贴的完美医生邵振荣 很快走进了杜小苏的心 而他们的恋情遭到婆婆的反对 和小苏依旧没准备认怂 直到邵振荣突然间的死亡 才证明杜小苏与他注定有缘无分 唯有霸总雷宇征 才是杜小苏命中注定的男人 可即便是这段恋情 在林向远的插手下也变得格外虐心 林向远唯重新得到杜小苏 而两边挑拨离间 很快杜小苏再一次误会了雷宇征 心碎不止的宇征来到酒吧买醉 杜小苏又有点于心不忍 想要把雷宇征劝回去 可话到了嘴边 杜小苏又被愤怒所吞噬 只见他含泪斥责雷宇征道 你宁愿把自己封在屈窍中 也没有勇气面对情感 你就是个可悲之人 听把雷宇征彻底爆发 只见他摔杯嘶吼出四个字 你给我滚 看他的样子 差点忍不住就要对杜小苏动手了呀 难道两人注定要是虐恋吗